如果是我的话 那个空着然后没有人坐 我可能会觉得我可以去坐 那我去坐 真的吗 那那你坐在上面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聚光灯效应吗 可能会有一点点吧 但我觉得坐着比较舒服啊 该听新闻咯 欢迎收听 盒子与阿布布的青少年新闻周报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又到了这个每个礼拜一次的 这个盒子与阿布布的青少年新闻周报 我是盒子 我是阿布布列颠的布 我是阿布布丁的布 那因为我每天早上呢 我都会听英文的podcast 然后我这个礼拜听到有一个名词啊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他那个名词叫做这个聚光灯效应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没有耶 没有耶 聚光灯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就是明星要出场的时候 对不对 就会打着光 然后大家就会被那个光锁吸引到这样 所以也就是聚光灯照到的地方 大家都会把焦点集中在他身上 所以聚光灯效应讲的是一种那种心理上的现象 就是有的时候你在某个情境之下呢 你会就是觉得人家都在注意你的那种感觉 就是当你觉得有太多人在注意你的时候 你就会不自在 你会觉得 是不是有人在看我啊 是不是我的什么地方都被看 打个比方好了 假如你一早起床的时候呢 照镜子呢 看到你的鼻子呢 长了一颗粉刺 长了一个青春痘 对不对 那你会不会今天一整天到学校 不用说到学校啊 你在要去上课的路上啊 你就觉得是不是 大家看到我怎么都一直在看我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会戴口罩 对啊 那那个算是这一次疫情带给大家的契机 你看可以遮青春痘 又可以不用做表情管理 对啊 他讲的就是这个叫聚光灯效应 像有的时候你一早起来喝咖啡啊 沾到你的衬衫上 你一整天就会觉得 其实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污渍 可是你就会觉得大家都在看 他也有讲到说像这种聚光灯效应 其实他算是一种心理上的 可以去调试的东西 然后他讲了三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当你觉得你进入这种聚光灯效应的情境的时候啊 你可以呢 你要自己不断跟自己讲说 当别人呢 的衣服上面有污渍的时候 你看不看得到 看到啊 怎么看不到了 应该是这样讲 好 那假定说你现在看得到的话 那你一整天会注意多久 就看到了 对啊 就看到了 那你会一直想要去看 哎呦 有一个污渍哦 鼻头有一个青春痘 没有 应该也不至于说一整天就 是一件小事情 对啊 今天过后呢 你也不会再记得说 我记得你昨天的鼻子上有一颗青春痘 应该也不会这样 是 第二个方法 其实它的第二个方法跟第一个方法我觉得很像 第二个方法它是说 你就把自己呢 假设成是这个别人 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 你看不看得到 你觉得很在意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概念上差不多啦 我觉得概念上差不多啦 反正就是 你会注意到别人 跟别人会注意到你的程度 应该是差不多的啦 就是你如果看不到别人 比论上别人也不会那么想要看到你 然后也不会记得那么清楚 然后它的第三个 最后一个方法 它就说 它是说呢 你要告诉自己 三个字 然后呢 就是说 大家都在看我 然后呢 它就说你大概讲了五次 然后呢 你大概就会知道 这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 我不知道 你们下次可以试试看 你下次起床 我就拿咖啡往你身上稍微泼一点 然后你就告诉自己 然后呢 好 那我们呢 这个闲聊就到这边啊 那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 很严肃的闲聊 听今天的那个新闻内容 那 一样是先我们中文的部分啦 好像跟我们学校的课桌椅有关的 中国课桌椅可坐可躺 议员批高雄小学仍停留六零年代 国民党高雄市议员在议会播放引带直询 指中国教育设备先进 小学客桌椅宛如多功能变形金刚 可坐可躺 但高雄市各国小 客桌椅还停留在民国六零年代 连桌垫也要家长自费 午睡也容易手麻 直以教育局未雨时俱进 显见高雄市教育停滞不前 对投资孩子的教育还有很大的加强空间 教育局长谢文斌允诺 评估可行性 考虑引入适用 教育局长说 现在已更换素缸材质减少遭到破坏 但议员认为素缸客桌椅虽能减少被破坏 但学童趴睡时舒适度不足 局长回应 部分学校另有空间 可让孩子躺着午休 如果有这种商品 会先引进看看 但食物上也需考量空间与价格 教育局会先行事半 逐步改善 议员说 如果有这种新颖设备 相信家长也愿多付点钱 建议新建校舍 就全面大改造 踏出的第一步很重要 类似影片中的设备 已经很普遍 几千元就能买到 教育局应对小朋友投资 不要为省钱 无法让教育达到更好的效果 啊 今天的这个新闻讲的就是 你们学校的课桌椅啊 照他这样子讲啊 不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 他讲那个中国的 那边学校的课桌椅啊 是不是像那个飞机的商务舱啊 那我们的课桌椅呢 就像什么 就像经济舱啊 你只能坐着 不能躺平 对不对 现在学校中午还有在午休吗 有 有 有啊 那大概会休 有 多久 嗯 大概三十分钟 那午休时间有 譬如说强迫你们一定要睡觉吗 或者 我们大部分都是午休就可以 老师有很多事要做啊 要补考啊之类的 是哦 咦 那你们 譬如说校长他不会 有的时候会出来看吗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学校可能都会要求说 那个要按表操课吗 会有人出来寻 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发现嘛 就继续做自己的事嘛 所以你们学校算是有允许 让老师可以适度的利用中午时间的这样子哦 我不知道耶 基本上会有 会有老师来寻堂啊 不是不是寻堂啊 就是午休会来看你们的什么秩序 对 所以老师都说叫我们要睡觉 是哦 那你们看同学啊 就是假定说老师没有再利用啦 就是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 那大家都有睡着吗 我不知道耶 有些好像没有 像我们以前的时候有很多人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大家中午就睡不着 就可能上课的时候都会很想睡觉 可是到午休反而就睡不着 就是在下面可能看书啦 想聊天啊 或者是要做自己的事 就是你要叫他睡他都只是闭眼睛在假睡而已 然后等人一过就就醒来了 你们班上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不是刚才有时候我们班上都没什么在睡觉 对啊 因为换个角度讲 如果你知道别人有没有在睡觉 那就代表你没有在睡觉 我都有睡着耶 我是醒来之后听同学说他们睡不着 有啊 有啊 我看到有人有真的有睡着 而且趴睡有一个状况喔 就是你真的有睡着的话 你如果有趴睡真的有睡着 很容易流口水 有耶 因为你的手刚好就压在你的拓线这边啊 然后你起来之后就会整个脸都是 都是脆弱 铺卫生纸 要铺卫生纸 对 那他这个议员他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那个客桌椅是可以躺的耶 可以躺的耶 那你觉得我们的学校有改变这样的必要吗 我觉得还好 还好是因为趴着也不会很不舒服吗 很好我就觉得我很累 然后趴下来过一天就睡着了 现在午休的时间是半小时吗 嗯 我们是半小时 半小时 所以其实他也不是给 就是小朋友好像要好好的睡一觉的这样子的概念嘛 对 所以其实你们也会觉得趴睡还好 那假如啦 那假如真的那个 诶 大家的家长都同意啊 然后就花钱啊 然后去买的那个新的客桌椅 是可以躺平的你们会感觉如何 刚开始可能会感觉很新奇吧 就觉得蛮特别的啊 我可以躺着睡啊 对啊 那可能过两天你们就会要带棉被去了 对因为快要进入冬天啦 对 躺平了没有盖被子会感冒 然后 那我们的学校的教室就会变得还挺奇怪的 然后 半个小时过后呢 大家就要起来 然后在那边折棉被 那你们觉得啊 就是 呃 换个角度想啦 就是 当然希望小朋友在学校的环境越好 不管是对于那个学校教育来说 或者是对于小学生的那个生活品质来说 其实都是有好处的啦 但是 但是有一个状况就是 嗯 钱到底要花在哪个地方的问题啊 对不对 你假定说 假定说他是要求家长出钱 嗯 一样会有相同的问题啊 因为有的家庭出不了钱 嗯 对不对 当有家庭出不了钱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有 头等舱商务舱跟经济舱的差别 哦 对不对 就是 欸出得了钱的家长 对不对 躺平了盖被子 下次还开空调 对那 没有钱的 的小孩就只能 就趴着睡 那再换个角度想 还有那个都市跟城 跟乡下之间的差别 还有山上的学校 你假如说不是有 不是由家长来支付那笔费用 是由政府去补助 其实在偏乡 其他那个经费上 其实是少很多的 而且他们 他们最迫切需要的 可能也不会是那个 可以躺平的客桌椅 对不对 你去问那些 在偏乡的小朋友 他们可能觉得他们想要 别的东西 他们就说我们要一个人 一台电脑 对不对 就是他说 你们在都市的小朋友 电脑课都可以一个人有一台 对不对 那我们都不行啊 我们是三四个人看一台 对不对 可能啊 因为我也不知道啦 我猜想城乡间的差距应该会是蛮大的 对 与其把钱投资在 对不对 变形金刚上面 其实倒不如让城乡差距更锁短 因为让国家的国民都能够受到平等的良好教育 我觉得那个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对 好啦 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今天那个中文新闻的部分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二则英文的部分 要来看一下不外座的问题 对不对 对不对 The Georgian ambassador to Japan sparked a lively debate after tweeting a short video of himself riding a subway car in a priority seat reserved for passengers who are elderly, pregnant or have a disability Some people had no issue with 35-year-old Tamara Zlahava using a priority seat when no one else in need is around The fact he is in perfect health did not come into the equation but others were appalled by his behavior They argued that priority seats should be always left vacant citing the fact that some people have disability that are not always obvious coupled with a perceived awkwardness of asking others to give up their seat 今天的字比较难念 好啦 那我先这个简单的翻译一下 就是我们乔治亚在驻日本的大使 他在那个推特上面 他发布了一段他自己拍的那个视频 中国大陆就是短视频 内容是他在乘坐就是日本的地铁车厢 同时他坐在呢 为老年人孕妇或者是成障乘客预留的优先座位上 那他这个行为呢 就引发了这个在日本的激烈的争论 那有些人对于这个35岁的大使啊 在周围没有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 使用了这个优先座位啊 没有任何意见 就觉得还好啦 因为其实他旁边也没有老人什么的嘛 但是呢另外一派的人呢 可能就觉得对他的行为感到非常的震惊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对不对 就坐在那个优先座位上面 他们认为优先座位应该要空着 始终应该要空着 理由是有些人患有不总是明显的残疾 而且要求其他人让坐 会让人感到尴尬 他这个角度想起来 刚好跟另外一种想法很像 但是刚好颠倒边 换一个角度讲就是 在那个优先座位上 坐着你看起来 好像不适合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 他也有可能是 患有不总是明显的残疾 对不对 就是当一个这个 可能有某些你从外表上看不出来的身心疾病啊 对或者是他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但是他刚好今天感冒了 很不舒服等等的 但是你从外观上看不出来 那你也有可能就指责他说 你为什么占据了我的位置 对不对 对啊 但相同的想法 从不同的角度看 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因为这上面的人 他是觉得说 你应该要空着啦 对 因为你不要以为身边都没有人需要 是你看不出来而已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那个空着 然后没有人坐 我可能会觉得我可以去坐 那我去坐 真的吗 坐在上面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聚光灯效应吗 可能会有一点点吧 但我觉得坐着比较舒服啊 就是当没有人要坐的时候 对因为照他讲的这个逻辑啊 就有可能会发生啊 在一台这个这个集满人的火车上面 然后大家都站着 然后呢 前面就空了两个优先坐 然后都没有人敢坐的这种情况 然后从那个上帝视角上看下来 就会觉得这群人好像跟他白痴耶 这两个位置怎么都不坐呢 对 啊有的时候我们不坐 可能还有别的理由啊 就是因为你会一直要让位置 那个情境就会是当你坐下去了 你坐下去了 即便都没有什么人啊 那你坐下去 不会优先坐 现在在优先坐 对 你坐下去之后了 然后到了一个站之后 门打开 还上来一个孕妇 那你就要站起来一次 对 然后下一站呢 那个孕妇下车了 请问你要不要坐下去 如果没有人再上来 如果没有人再上来 那你又坐下去 可是下一站又上来一个老伯伯 对 那有的人就会开始觉得 大部分的人 起来让坐一次后 就不会想再坐下去了 因为呢 也有聚光灯效应 我就这样在看你 对 你起身的那一次会有种 英雄式的那种感觉 哇你这个人怎么这么nice 对不对 对 就是很kind的啊 然后你对这个孕妇什么都很关心嘛 对不对 可是当孕妇离开之后 你又坐下去 旁边的人 原来就只有这样而已啊 可是不做已经就很浪费啊 是啊是啊 所以这就是那个观点上面的差异嘛 所以后来不是说 我们国家也吵得很热烈嘛 然后他就会说 希望那个名字啊 不要叫过去的博爱座 然后也不要叫优先座 就是让 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做的位置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内容 This prompted a ministry official to comment that it can be difficult to judge whether a passenger needed priority seating simply by his or her appearance We want to provide an environment where it is easy for those in need to use priority seating, the official said South Korea, Taiwan, Malaysia, Singapore,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Ireland are among countries that have priority seats on their chains According to Daisuke Sawada, Vice Manager of the Barrier Free Promotion Division at the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Personal, Mobility and Ecological Transportation in Tokyo's Bankio Ward In Brazil, Obby's people are also given priority seating, he added 他最后一句话说 在巴西啊 这个肥胖的人啊 也可以做优先座耶 你们觉得 合理吗? 合理啊 我觉得可以啊 是哦 所以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做优先座 还要吃胖点 就比较有需要 啊 然后我看一下资料啊 其实他上面有说 就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 那个日本的交通部他在 他做了一个线上调查 他是就全国来做一个线上调查 他是问20岁以上的人啊 在使用公共交通时 对他人的考虑程度 他在985份有效的回复中啊 近六成的人表示 他们在搭这个大众运输工具时啊 没有坐在优先座位上 哎呦 嗯 跟有些跟你们差不多嘛 那其中 42.3%的人表示他们很少这样做 17%的人表示他们从不占据优先席 对然后他说 7.4%的人表示他们经常坐在优先座位上 哦 所以有7.4%的人是不会畏惧那个聚光灯效应的 然后33%的人表示 有时候他们会坐 也有可能那些人就是有需要的人啊 对啊对啊对啊 哎也是嘛对 对对对对 因为因为其实他问卷的范围 他只说20岁以上也没说他 对不对是不是 也包括老人嘛对不对 20岁以上也包括老人 所以他可能的确会对的 有可能他就是需要 也确实 然后他另外还有在调查 当受访者被问到是否为老年人 残疾乘客和其他有需要的人让座时 是否会为这些人让座的时候 约八成的人表示会这样做 我觉得也合理啦 因为理论上大部分的人都会做啦 然后其中57%的人表示 经常23.9%的人表示有时候 然后那你刚刚念的那一段呢 他是说这个部门官员是评论说 仅凭外表很难判断乘客是否需要 优先座位 那他表示说我们希望 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个方便使用 优先座位的环境 对这个大概就是 其实是目前的潮流啊 各国家大概都是对于 对过去的博爱座慢慢转型成 这种想法了 对但是还是很多国民 或者是你曾经受过以前教育的人 在脑袋里都还是存在着 那个是只有老年人跟孕妇才能做的 这种观念 然后他还说 这就是这一个推广部的副经理 哲田大福他表示 在韩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英国 和爱尔兰等国家在火车上 也是享有优先座位的 也就是那个身心障碍者是可以做的 然后到最后他就讲说 巴西是非胖者也可以做的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啦 这一个论战啊 其实不只在日本 在台湾其实也是不断的上演 如果你去上那个YouTube的频道去搜索 大概每几天就会出现一次 但是最近的一次是啊 有一个年轻人呢 坐在优先座位上 然后呢 上来了一个老先生呢 然后其实那个优先座位 坐的旁边呢 都是空的位置 然后呢 那个老先生就指着那个 坐在优先座的年轻人说 就起来让你坐 年轻人就跟他说旁边有的是位置 你直接去坐就可以了 对 但是他还是很坚持 很生气的 然后就开始标骂 拍影片出来 大部分下面刷的那个网友的留言呢 大概也是分两派啦 一派就会是说 这个既然旁边有座位呢 那年轻人就不要坐在 优先座位上嘛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子想 对 但我觉得他可能也 某种程度上 他也想表达什么吧 对啊 另外一派的人就是觉得说 既然旁边还有座位 那老人就直接去坐旁边就好了嘛 对不对 你有那个体力在那边 跟年轻人在那边 对不对 对 然后当然讲更难听点的人 就有人说 以老卖老啊等等的 对 然后就激起了这个 世代间相互仇视的这种气氛 对啊 好啦 这个是在台湾 其实也是常常在发生的 那可能还要再经过一阵子的 磨合啊 让大家慢慢把那个观念建立起来 就是那个位置其实 什么人都可以坐的啦 我觉得甚至是正常 身体上没有异样的人 在没有座位的状况下 理论上也是可以坐的 但是你一旦坐在那个位置上呢 当有需要的人上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让给他啦 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基本的事情 而不是那个位置只专门只有谁可以坐 对 我觉得那是比较怪的 那倒不如在火车上就把那个位置给封起来 他需要拿钥匙才能够 对我记得有一阵子是有有在推这个哦 就是在捷运站或者是在火车站 让那些有需要的人 可以到一个地方去申请 他给你挂一个牌子啊 就是他是需要协助的 对 但是呢 你在发给他那什么身心障碍所测的时候 里面就有一个钥匙 就是在门开那个的 对 但只是 只是这还是治标不治本 因为就是 我刚刚讲的那个会比较好的地方 是因为有些人真的不是身心障碍啊 对他就只是刚好他今天发高烧嘛 对 然后他就可以去申请那一块牌子 然后他上车的时候对不对 就秀牌子 那座位就会给他做这样 对 好啦好啦 反正这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去磨合 然后冲突呢 还是会再继续持续下去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啦 最后结束之前呢 还是希望大家记得这个 要订阅我们的节目啊 然后也可以这个 啊 赞助盒子 一杯咖啡基金啊 那当然你如果这个不习惯 收听Podcast的话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我是盒子的频道中啦 啊 看到盒子帮大家剪同步啊 会放上去的我们节目的内容 好 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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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初